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默契程度大家自己感受吧 而通过这次的合作和了解呢 不知两位觉得对方在戏中是不是本色出演了 他不是 他完全不是本色出演 因为牧禅在生活中的性格就比较直一点 就是有啥说啥 就是东北姑娘 然后在剧里面她是一个公主 然后就是稍微要矜持一点 跟她性格相差还挺大 我觉得龚俊说实话 她的性格和十一真的是挺像的了 就是因为我在戏里馆的要十一傻嘛 就是因为十一就是傻傻的那种感觉嘛 其实龚俊就是你看他就是还挺激烈的 其实他也是那种特别耿直啊 就是特别就有的时候就是很蠢萌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也傻傻的夸你呢 那么话说戏中的欢喜冤家 在戏外又会如何称呼对方呢 我们平时那个称呼登不上大雅 我还是叫不出来 你先说 在片场 他其实自己给自己就取了一个外号 我们他自己叫自己就叫叉叉 对我们大家都会叫叉叉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叫叉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叉叉 我会叫龚俊 其实戏里面一直叫十一傻嘛 有的时候戏外也会顺口叫 别人戏外其实我给龚俊起的外号特别多 但是这个 就是感觉说出来不太好 你说一个威风一点的 大王 除了大王 相信大家更好奇那些不能透露的称呼吧 不过不问不要紧啊 当别问到对方的口头禅食啊 两位可都是张口就来 龚俊没事就是我们讲着讲着 他就突然就在那冒一句 胡说八道 可是确实是啊 他就是你们 对我觉得他们在胡说八道 我觉得是胡说八道 他喜欢说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 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哎我去 看得出十一傻和采倩 在戏外也相处得很融洽嘛 而据说两人拍戏之余 还会经常一起打手游 龚俊评价起木禅的水平来呀 也是相当耿直 他 就那样吧 我会自己郁闷 想要看到二人更多甜蜜互动 记得来我大优酷追剧哦 有权娱乐 等我脸了 北京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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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